好大家早安 歡迎回到最理宿 我是三邊 大家一定都知道 請來東京大阪啊 各大觀光景點都是人漫為患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要推薦大家 就是非常舒服好逛 又可以很豐富的體驗到日本文化的景點 那這些景點呢 希望可以推薦給大家作為代替 就是可能是京都啊 或者是大阪不想要人擠人 或者是也想要在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體驗日本文化的大家 那就馬上開始我們的今天第一個行程吧 走吧 我們首先到訪的 是最近深受日本女生喜愛的犬山城 除了陳夏丁有濃濃的江湖風景外 這裡還隱藏了一座愛心神社 粉紅色的繪馬 蜿蜒的小鏡 讓犬山城充滿了獨特的浪漫風情 從明古屋市區出發 交通也很方便 可以從明鐵明古屋站 搭乘往岩漿犬山的明鐵班次 如果是從中部國際機場出發 可以搭乘往金山 明鐵明古屋班次的機場快速列車 其他交通方式會分享在影片底下的資訊欄 那就開始我們一日的行程吧 售票處有許多選山城與周圍景點搭配的套票 大家可以以自己的行程安排去購買 接下來就跟著我們看看 有著日本最古老天手支撐的內鋪到底長怎樣吧 這樓梯好像特別陡 比其他的都陡 那我要先爬囉 有耶我覺得好像比平常再更陡一點 有耶我覺得好像比平常再更陡一點 有吧 城內分為地下兩層樓與地上四層樓 每一層都是以當時的戰略需求所打造 當時的建築工法與留下的歷史文物历历在目 這個樑柱上面魚鱗片的紋路 聽說它是以前的那種建築工法 他們是用一刀一刀砍出來的 然後最後啊 因為大家可能日常都會一直摸它 然後最後才變成光滑 像這樣魚鱗片的感覺 哦 祈福存在這裡 那一坨草在這上面 我是沒有看到全三層 兩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過萬重山 青州已過萬重山 前兩句是什麼 前兩句感覺沒看過 有啦 整個朝時白帝彩雲間 千日將寧一日還 兩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過萬重山 然後他說全三層別名也叫白帝城 就是從李白的這首詩 李白你懂知道吧 知道 因為白帝城是在長江的旁邊 阿全三層的話呢是在木針川的旁邊 阿全三層的話呢是在木針川的旁邊 所以他覺得這個地方的外觀 跟這首詩的意境很像 所以也叫他白帝城 這個城也很特別 他是在近代他才還給政府 一直到這個年代之前 他們都是私有的城樓 這三張照片就很像那個 阿公的阿爸爸的 然後這個最近的 走出去就是天手啦 哇 風景超美 在日本名列國寶的古座城池之中 唯獨犬山城可以布出頂樓外廊 在這裡將360度的景色盡收眼底 我覺得超誇張的 你看一望無際 如果以前人站在這上面一定會覺得 很有打下來的必要嗎 那個國家我也要打下來 對 其實告訴我一下 那個國家我也得打下來 大概是這種感覺 而且他這個都沒有後期再加高 或是裝防護欄 他就是維持最原本的情況 那犬山城啊 我真的會非常推薦大家來走一趟 因為其實犬山城在所有日本城裡面 歷史地位真的是非常高 可是你看喔 在這邊看的時候 還不覺得這個城有什麼特別的 可是再上去實際到他們的天手 然後看他天手的風景以後就會發現 這個城的風景啊 真的是非常不一般 難怪是當年的兵家必爭之地 所有人都想要到這個城 登高望遠 五看天下的感覺 然後光是這些啊 我覺得這裡就非常值得來了 更何況就是犬山城下丁呢 其實有非常多 就是好吃好逛好玩的 甚至呢也有和服體驗 非常久沒有穿和服了 但是啊在去這些之前呢 我這次特別來啊 就是會想要收藏 就是犬山城的育城影 因為其實犬山城啊 之前是沒有讓大家可以 買他的育城影的 但是因為大家要求非常熱烈 所以他的育城影呢 是在2019年以後 才可以買得到喔 如果來到全山城 不知道要買什麼紀念品 也可以參考這個東西 我們去實際帶大家看看 啊我自己是想要收藏起來 好 走吧 不好意思 這裡有兩本嗎 啊 兩本 不好意思 啊 這樣 他裡面會有就是日本的五寶城 這樣 然後後面就可以放那個 啊 糟糕 收不起來 怎麼辦 走 去那桌子收 一個一個折 都是可以收集之後 撐印 或是神色印都可以啊 然後我會想要買是因為 他們的設計比較漂亮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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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叫做白地城 一個叫全山城 然後後面啊 這好像是德川家康的家文 然後這好像是 之前信長吧 好像是封城秀吉 還是這個 忘記了 但反正它是幾大家的家文 合併在這裡 非常漂亮 它紙上面是有金箔 而且是用美濃的盒子 推薦大家來買 然後記得它不是在全山城內購買 是全山城 下面旁邊的觀光案內所 才能買到喔 到了 就是要體驗和服的地方 現在都有流行這種 很可愛雷絲和服 他說這邊是和服會比較熱 這邊是浴衣比較涼 可是和服會比較漂亮 有很多這種雷絲的款式 你看 完成了 可愛嗎 它這個是 就是他們這一家店啊 也租得到 現在日本女生非常流行的雷絲和服 那雷絲和服的話呢 一般是不用加錢 可是呢 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想要加這個雷絲的綁帶 跟這個小珠珠的綁帶 然後還有這些比較稀花的頭飾 還有這種比較稀花的內襯 這些類型的配件啊 都是一組是500塊 所以來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先預約一般的和服跟頭髮的set 然後來了以後呢 你可以再挑選自己比較需要的 或是想要的 因為有些不一定啦 因為我看你沒有這個裡面 其實也沒有不好看 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好像沒有差很多 總之大家可以來現場以後 再看自己的需求搭配 那我自己覺得等一下目前搭起來還算蠻可愛 啊包包也是500塊喔 那我們就去拍照吧 希望拍出漂亮的照片 穿好和服 我們就來去犬山城下丁走走吧 街道間 錯落著日式傳統的古老建築 各式伴手禮店 餐廳咖啡廳 都在此營業 重點是人潮不多 可以悠閒的享受 午後的城下丁風情 順著犬山城上下走 順著犬山城上下走 就會抵達一個 以求戀愛運 以及提供洗錢 而著名的神社 就讓山邊帶大家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個洗髮 那這邊其實非常的可愛 它就是到處都是充滿安心 因為是一個求援的神社 在instagram上面很多類似的照片 他們就喜歡穿這種很可愛的雷絲和服 然後到這邊來打卡拍照 類似這樣 所以呢 我們兩個就也來了 我們也是女子旅 那這邊呢 算是我覺得第一個可以拍照的景點 那第二個可以拍照的景點 就比較少人知道 等一下再帶大家過去 那這個神社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除了求援以外 還可以洗錢 合法的洗錢 那等一下再告訴大家去哪裡洗錢吧 好緊張喔 急耶 急不錯啊 然後牡羊座也可以 獅子座就不要 不是 A B型最好 我是A B型最好 救你了 B型也可以 然後最好是選年齡沒有差別太多的人 然後最好是選年齡沒有差別太多的人 M B T I呢 沒有M B T I 不好意思 收起來 謝謝 然後去放在狗的腳下 這個神社啊 不只可以求援 比起求援呢 我更想做的是這個 洗錢 對啊 就日本神社他們有的可以洗錢啊 就是你把錢拿去洗以後呢 錢就會加倍的再回到你身上 所以呢 要洗之前啊 要先去剛剛那個買 籤的地方可以買一個洗錢欄 然後把錢放在裡面 就可以到這個洗錢池裡面去洗錢 好 OK 放在這裡 放在最高的地方你看 快關起來 洗心用卡有用嗎 等一下卡再越洗越多 加倍回來吧 大家就洗完了 把它折好就可以放到錢包裡面當錢母 好 沒有問題 我們去下個地方吧 耶 位於國寶犬山城東面的日式庭院 遊樂院 除了有著非常漂亮的日式造景 院內也淋漓著日式復古茶屋 其中最有名的 是被列為國寶級茶室的如庵 最初興建於1618年 在1972年遷移至此 是茶道文化史上珍貴的遺跡 那遊樂庵裡面呢 其實最有名的就是 我後面這一片茶室 那比較可惜是因為它建築裡面不能拍照 那大家可以再用完茶以後呢 走到外面來 這個庭院啊其實走起來真的非常漂亮 那我們早上因為已經跟全山城買了套票 就會比較便宜 反而直接來的話 它是另外需要進去這個庭院的費用 全山其實我覺得包含這邊還有全山城下丁等等 整個範圍其實走起來 因為遊客不會太多 所以你穿和服如果想要拍照 想要深度的體驗這邊的歷史感的話 都是非常值得推薦的景點 大家可以排進自己名古屋的近郊行程裡面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吧 那我們的第二個景點就是齊富城 那齊富城呢它其實跟其他日本城市比較不一樣的就是呢 它要先搭纜車才能上來 因為它的地勢非常高 這個也讓它在日本所有的城裡面 算是非常特別的一個特色 我們現在看到的風景已經非常不錯 不知道它天首哥的風景會怎麼樣 走吧 在前往齊富城的這段路程 為大家補充一些資訊 前往金華山的纜車 開放時間是早上9點至下午6點 最後一班上山的纜車是下午5點半 纜車成人往返票價是1300日幣 小孩是650元日幣 要注意如果有4公斤以上的行李 會額外收費喔 纜車到站後一出來 旁邊就有一個四季都可以體驗 餵食松鼠的松鼠村 再往前一點會有360度掌望台 看景觀餐廳再次營業 可以舒服的品嘗特色料理 便欣賞齊富士的美景 到了嗎 真的喔 經過了約5分鐘的路程 我們終於看見齊富城的身影 路口在這邊 齊富城建於1201年 坐落在海拔320公尺的地方 15世紀 枝田信長擔任城主 並將齊富城作為一統天下的本部 齊富城也以此聞名 現在的齊富城 重建於昭和31年 建築物內是以枝田信長 及齊富城為主題的史料展示室 那聽說齊富是枝田信長命名的 以前這個地方其實叫做井口 然後他就是取了這兩個故事的由來 然後一個呢就是之前那個叫誰 周文王 因為周文王他是從齊山發跡 然後平定天下 然後孔子他是曲富出身 然後用學問就是傳遍大地 所以呢 枝田信長就取了這兩個名 齊山跟曲富的前後兩個字就是編齊富 所以這裡現在就叫齊富 但只是傳說 大家參考 馬上我們剛剛買的本帳蓋一張吧 好 來蓋吧 他叫我不要放在這上面蓋 好像有提醒 耶 39號 收集到第一個印章 以後我就要到處收集印章 以後你就會覺得我很煩 我就會一直問你 這裡有沒有印章 這是什麼 照著我臉上的聖光你看 我要上去囉 難道上面是天堂嗎 這風景超扯的 非常的登高望遠耶 而且他那個長樑川就在正前方 底下的那種小山 你在地面上看可能會覺得 已經是蠻高的山了 這邊你全部都比他還高耶 齊富城真的目前在我心中 風景絕對是數一數二的 他在這上面看下去的遼闊啊 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枝田信長會有那個 一同天下的想法耶 因為非常的遼闊 你會覺得天啊天地這麼寬廣 為什麼要打來打去呢 沒有啦 那這邊的話呢 定期還會有可以開放看夜景 那如果之後有機會的話 也會想要來看一下這邊夜景 天守閣繞一圈的話 等於你是可以在這個居高點 看這個360度的夜景 非常漂亮 如果大家要安排名古屋的近郊行程 請一定一定可以把這邊放進去 那這邊呢 如果要跟我們一樣走 全山城再到齊富城的行程的話 其實搭鐵路也不會太麻煩 交通方式呢 我會再用連結的方式 加在下面的資訊欄給大家參考 那基本上呢 如果要從 Centoria或是名古屋城出發 剛好是可以這樣花一天走一個三角形 把這個兩個非常經典的城都納入口袋喔 好等一下下山我要把這邊裕城印也收藏起來 不知道我可以堅持多久 走吧 我們就從齊富城上面下來啦 這邊呢 雖然我們今天晚上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留下來 可是呢如果大家有拍這個行程 還有其他活動喔 這邊的話呢定期晚上是可以到齊富城上面看夜景 那下面的夜景啊就像剛剛看到的夜晚版非常的遼闊 那另外一種選擇呢就是到長良川可以看他們的 一千三百年歷史的傳統活動 長良川提示 這個傳統活動我自己也覺得非常有趣 只是很可惜今天沒有辦法拍給大家看 那不過呢 今天有小小禮物要送給大家 因為我們這次來齊富城的時候呢 剛好趕上他們這張限定兩千枚的紫陽花 就是繡球花版的裕城印 不確定明年會不會有 但是呢它只有限量兩千張 那我們呢就準備了三張要送給大家 如果大家覺得很想要收藏這個很可愛的紫陽花版的裕城印的話 請記得找我們的IG去參加活動喔 不要錯過啦 好 那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 如果有想要再拍什麼的話 請告訴我喔 掰掰